中共人大常委会不顾民意扼杀香港真普选 引来港人持续多日的抗议浪潮 香港大学学生会发表罢课宣言 呼吁全港学生走上街头抗争 香港学联准备9月22号发起大专院校学生的罢课行动 而学民思潮正筹备着发动中学生罢课 香港学联不满中共人大常委会决定对香港特首普选的全面落札 呼吁全港大专学生9月22号开始罢课一周 一周后再决定是否继续罢课 香港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表示 目前各大院校正在各自开会商讨如何配合罢课 学联也正在构思罢课事实大会期间的活动 所以发起罢课要告诉中共 我们这帮大学生不要接受一个没有我们存在 没有我们华士的未来 是为香港这个新一个时代 香港这个所谓抵抗的时代 牵起新一业 牵起第一步 香港大学学生会已经在9月3号发表了一篇名为 《行义尊道!匡就香港的巴克宣言》 呼吁全港学生走上街头 反对中共人大对香港的政改方案 宣言中说 港大校训是明德格物 在香港命运转折点 学生不能在校园里袖手旁观 决心以罢课名制 如果当权者一意孤行 下一步就是接踵而来的抗命行动 学生别无他选也无法退让 宣言同时呼吁院校教授和讲师支持学生 不因罢课处分学生 甚至投入罢教声援 也号召市民大众响应 准备抗争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则是在人大决议的第二天 就发表了巴克宣言 指责人大常委完全无视香港民意 巴克只是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 如果没有得到响应 下一步就是源源不绝的公民抗命 对于香港学生的抗议 中国胡舍《人民日报》海外版 9月5号发表评论 呼吁香港学生不要参与巴克行动 文章声称 香港学生参与巴克和占领中环行动 是被利用 又说香港学联受外国势力操控 对此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指出 六四图城事件以前 中共极力支持学联 但现在学联反对中共决定 当局就说学联被外国势力操控 非常可耻 张秀贤表示 9月4号 中大学生会举行了第一次巴克会议 学生们对政改方案非常了解 也知道普选对香港的重要性 绝不是任何人能够利用的 同学对于罢货或者对于政改的认知 是不会低于2012年的反国教 所以我相信数目应该会差不多 我想2012年来说 参与反国教罢货 有8000人大部分都来自中大 因为在中大那里举行 发生在前年9月的反国教 有8000多名香港大众院校的师生参与 他们到港府外集会 要求撤回在中小学推行的 被称为洗脑的国民教育课 张秀贤表示 这次学生们的巴克行动 也得到了不少老师的支持 这些老师表示愿意为巴克学生补课 在香港各大学加紧为巴克行动 做准备之际 由香港中学生组织的学民思潮 也开始筹备在两个月内发动中学生巴克 9月3号下午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黎问洛 刘二龙等人 在九龙沙田的一所教堂 向中学生们讲解政改和公民抗命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 中学生巴克会在9月7号 学民思潮举行全港中学联校大型会议后 才有初步计划 他表示 不管面对多大的压力 他们绝不退缩 香港学联和11间大传院校的巴克委员会 在9月6号召开会议 商讨巴克的日期和细节 7号他们将召开记者会 发布巴克行动的具体情况 召集人黄之锋 banquet 中学人数环特韨 同 stan 名论